到醫院定期做檢查 才能確保身體健康無恙 尤其大腸癌是十大癌症 發生人數第二名 110年最新癌症登記資料顯示 新診斷個案就有16238人 人數相當驚人 因為即便生活作息正常 也有規律運動的習慣 還是有可能會得到大腸癌 大腸癌的發生無聲無息 還好早期發現開始治療 可以降低晚期癌症 發生率高達29% 以及35%的死亡率 我們的腫瘤或息肉 在早期往往在身體的症狀上 是表現不出任何的異常的 而這時候唯一能夠 懷疑它存在的證據 就是大便裡面有血 因此在大便裡面有血的情況 去接受大腸癌的檢查 就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發現裡面有或沒有息肉 定期篩檢可以讓早期的大腸癌 還受到妥善治療 存活率高達90%以上 只需要做糞便前血檢查 如果有異常也就是結果呈現陽性 需要進一步進行大腸 進檢查 國健署對此也啟動追陽計劃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做篩檢的醫療院所 就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呢 發現他的病 他的民眾來這邊是陽性的部分 可以主動把這些民眾再找回來 而且告訴他說 你可能需要做一個進一步的確診 大腸癌沒有徵兆 因此只能靠篩檢來揪出 尤其50歲以上男性 兩年一篩檢才不會錯過黃金治療期 防守六十一張有龍台北艙報道